这种监狱你见过吗? 牢房是最好华的总统套房 一日三餐不是分离牛排 就是澳洲龙虾 最牛的是还给每个囚犯发一个老婆 如果嫌弃长得丑就继续换 打游戏也可以 随便玩多久都行 总之只要不怨怨 罪犯想干啥就干啥 这么牛叉的监狱 可到了最后囚犯却伤心欲绝 具体咱们看看啥情况 现在待在牢房里的罪犯叫胖火 是个超级变态杀人狂 曾在某个雨夜闯入一户人家 对女主强行开之后 竟然拿起了小铁锤 给女主人开了瓢 后来呢 她被警察抓获 经过调查 她至少杀了十七名少女 一体为她埋进深山里 等警察发出来 早已化作一具具白骨 法庭上胖火非但没有任何悔意 反而叫嚣 等我郁郁出去 把你们全家都灭掉 被害人家主强力要求 法官判他侥刑 然而胖火的辩护律师却声称 胖火虽然罪恶逃天 但他拥有做人的基本权力 法律必须保障他的人权 请审判长着情考虑 审判长让胖火自己做辩货 胖火满脸不屑 被害人的家属恨一击起 恨不得冲上去 将他四成的高快快 审判长就是贪决 判决胖火无期徒刑 关警最恐怖的监狱 人权监狱 被害人的家属群情激愤 强烈抗议这个判决 而胖火呢却放动大笑 自己手沾十几条人命 居然还能继续活着 法律简直彼岸屠生 还会讲童话故事 胖火被狱警 带到人权监狱 坚固的高墙 昏暗的通道 让他有点不安 关押我的牢房 该不会是老鼠无功便利爬伴 然而 等他进入牢房 眼前的场景 顿着让他无比惊恶 这是监狱长的房间板 狱警轻轻有效 这是属于你的牢房 仔细看 这竟然是死刑犯的牢房 高档装人床 真皮沙发 超不得夜镜电视 罪犯可以随意使用 装修的材料 纯绿色 完全保证 罪犯的身心健康 卫生间呢 是30平米的精装名位 马桶跟迪拜王子同款 浴室由英国皇家打造 最牛的是 一会儿给发老婆 这里叫人权监狱 胖虎不信这些鬼话 他一把揪起狱警 到底想做什么意外的事 狱警不但没有还手 反而还毕恭毕敬的 这里就是你的家 狱警向他点头致力 转身离开 胖虎打开冰箱 好家伙 啤酒饮料 葡萄和维生素水 应有尽有 他就去查看衣橱 崭新的球服 最后他穿到老 墙上还挂着 尊重人权四个大字案 胖虎对这一切 感到不安 超巧攻击 就把金光砸个稀烂 中午他睡醒后 突然发现桌子上 摆着非礼牛排 旁边还有张便条纸 上面写着 牛排是澳洲顶尖厨师做的 刚空运过来 请进行享受 但胖虎却端起餐盘 居然把牛排倒进垃圾桶 他笃定里面有人下毒 等到了晚上 狱警送来澳洲龙虾 胖虎有点馋 但他枪人诱惑 又将龙虾丢进垃圾桶 狱警提起垃圾桶 掏出龙虾 肉肉吃了起来 向胖虎证明 无毒无害 胖虎戒备的心 渐渐放下 但同时呢 也更加焦躁不安 他再次质问狱警 我可是杀人犯 你们怎么这么对我 到底想做什么 狱警再次耐心地解释 这里是人权监狱 我们只保障罪犯的人权 其余的不重要 胖虎还是难以置信 新的晚餐 蹲在他面前 胖虎一顿狼吞狐咽 身体啥事没有 总算相信 这一切不是梦 他疯狂打游戏 每天跑牛奶越 没多久 完全放下戒备 这天晚上 狱警突然找他 你现在方便吗 胖虎最大快滚 别来打扰我的快乐生活 狱警神秘一笑 下一秒 牢门被对开 竟然走进个高颜值的妹子 天哪 监狱还给死刑犯发老婆 胖虎两眼只冒光 同时戒备起来 狱警介绍 这个妹子叫小兰 从今天起 每天白天 她都会来跟你相处 这是人权关怀里的异性相处 胖虎顿时火猫三丈 我虽然情商低 但我不傻 另一个人给我演美技呢 狱警没有过多解释 直接转身离开 胖虎逼近小兰 吓得小兰 直绑后退 胖虎将小兰掐墙上 逼她交代 靠近自己的真实意图 眼瞅着小兰 咬窒息身防 关键时刻 欲紧破门而弱 将胖虎垫晕了过去 等胖虎醒来 突然发现 两手被靠在床头上 小兰站在床脚 胖虎破口大马 滚出我家 不然我让你里喝饭 没撑响 小兰突然泪如雨下 胖虎瞬间蒙圈 小兰泪眼泼缩 哭得梨花带雨 胖虎动了侧瘾之心 她让小兰坐下 询问小兰为何来这里 小兰呢 谈起人生惊烈 她经常被丈夫家暴 某天忍无可忍 一怒之下 便将丈夫送进了地狱 然后就被送到这里 胖虎心疼小兰 没材料狠话 准许她留下 胖虎呢 因为戴着手铐 吃饭很不方便 气得只扔了筷子 小兰将筷子捡起 拿指巾擦干净 胖虎看到这一摸 焦躁的心 逐渐安顿下来 小兰亲手给胖虎夹上饭菜 温柔地表示 我会哦 胖虎只感觉 眼前的一切 比童话都童话 自己一坏制作劲 竟然还能吃美食 赏美女 她故意命令小兰 过去拿水 居然乖乖地去做 自此 胖虎从心底 接纳了小兰 两人一起看 不乐说电影 不乐说剧 不乐说动漫 还有不乐说奇妙世界 小兰感动得一塌不堵 胖虎更是 倾道身处山人类下 还嘴硬是因为犯困 小兰被她憨憨地磨羊逗乐 胖虎深感幸福 胖虎一有时间 就照镜子 特意买来香水喷喷 还偷摸做了手工 决心展示给小兰 自己最好的一面 同时 也想为小兰 喜心革面 上午九点 玉井又一次送来小兰 胖虎躺在床上 假装不太烦 小兰又来了呀 真是让人惊烦 当小兰看完书 要离开时 胖虎将她扯住 送给小兰一件礼物 小兰又惊又喜 拆开一看 竟然是胖虎亲手救的小兔子 小兰万分心血 给了胖虎巴基一吻 胖虎直接愣住 这一刻 她的心被小兰完全俘虏 然后就将正式的出吻 送给了小兰 两人晚上声明主张出饭 第二天 玉井正式通知胖虎 从今天起 你和小兰可以一起生活 这是狱长特别遵循的 你们之间的爱 化解了彼此心中的恨 胖虎激动地跳下床 拿着玉井的手 不断鞠躬感谢 玉井还提出 如果你们情投一合 监狱可以为你们举办婚礼 胖虎立刻将小兰 懒如怀脸 决心做世上最称职的丈夫 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小兰顺利怀孕 胖虎上午细心按摩 下午就做家务 深感激姐是最幸福的男人 就在这时 小兰突然肚疼 胖虎赶紧联系玉井 送小兰去产房接生 胖虎等待外面 焦急地躲着步 随着一声婴儿的哭喊 护士将胖虎的孩子送了出来 玉井解开胖虎的手铐 胖虎紧紧抱着孩子 小心翼翼的动作 生怕把孩子弄疼 激动得连话都讲不清楚 然而 产房里的小兰 却因为大出血 不幸离世 胖虎很伤心 边爱抚小兰的脸 边痛苦流涕 但证明她如何哭喊 小兰都不会再醒来 而玉井呢 站在远处 冰冷冷地看着胖虎 胖虎一直消沉 待在牢房里 玉井送来孩子安慰 今后就为了孩子 好好的活泛 胖虎接过孩子 不仅想起小兰 破碎的心更加震动 忽然孩子大哭了起来 胖虎怎么都哄不好 赶紧打电话 求助玉井 然而 电话的那头 没有任何回应 即便胖虎 苦苦哀求 得到的也只是无人意答 这时 画面一转 胖虎出现在监视器上 监视器前 还坐着审判长 跟被害的家属 以及 收回的机器人小兰 原来这一切 都是提前计划好的 先让胖虎 陷入幸福漩涡 然后再将他身边的 一切夺走 被害人的家属 一致认为 胖虎得到的痛苦 远远还不够 审判长呢 尊重所有的人权 让玉井按下红色按钮 顷刻间 胖虎怀里的机械婴儿 停止了一切生命特征 不知情的胖虎 摊坐在地上 拿头猛烈撞门 这一刻 他失去了所有的幸福 余生将永远活在 失去知情人的痛苦里 这才是这座 人权监狱 最可怕的地方 每天活在 生不如死的折磨当中 这远比剥削罪犯的生命 更加悲惨 本篇完 本篇叫幻想剧谈 本期问题 大家认为 现代法律 该不该废除死刑呢 认为不该废除的 扣三一 认为该废除的 扣三二 伯乐觉得 本篇还是挺奇葩的 监狱既然能这么对付罪犯 也是第一次见 本篇好看 欢迎去看原篇 好了 本期弄着了 大家记得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感谢观看